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0年5月20日,今天是星期三 我呢是2020年1月17号到达中国的这一次 从1月份一直到现在,我一直都在中国 有很多这个我忠实的粉丝,他们都知道我现在在中国 那不断的也有人呢是半道插进来的,然后呢就不知道我在哪儿 那就不停的有人问我在哪儿 今天呢如果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个背景呢 一定能够判断出来,我现在呢一定不是在加拿大 加拿大呢因为现在这个绿树红花呢还没有这么繁荣 前两天呢多伦多还下雪来着 五月雪啊不是六月雪 但是加拿大呢六月下雪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那我今天呢说的这个视频的内容呢是想说世界卫生组织 这两天开的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呢在开之前 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吧 跟疫情啊有很大的关系 台湾呢最近闹的是沸沸扬扬 台湾呢它因为是不是一个主权 没有国家的主权 它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呢它是没有资格来参加一些个世界组织的 联合国它没有资格参加 那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 因为它是一个联合国下属的一个机构 它也照样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但是呢它一直啊就申请参加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一年一度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它想列席这个会议 按说列席这个会议呢 它也照样是没有资格的 但是呢在马英九掌权的时候 蔡英文之前马英九 因为呢它推行的政策啊 就跟大陆友好 所以呢大陆就允许台湾列席 一年一度的世界卫生大会 是一个特别观察员的一个身份 那自从蔡英文上台以后 蔡英文呢就不承认这个九二共识 就不承认一个中国 那你要不承认一个中国的话呢 你就是大搞这个台独 你还想参加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 让你再参加这个世界组织的话 那等于说大陆也承认你的主权性质 对吧 大陆是不可能承认你这个主权的 不坚决反对这个分裂国家的 对不对 这是肯定的 所以自从蔡英文上台以后呢 世界卫生大会就停止邀请这个台湾 来列席世界卫生大会 那蔡英文呢 一直都想寻求机会 一直呢都是呼吁 希望能参加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但是都一直没有得到批准 那今年呢 正好赶上了这个疫情 台湾呢就蒙表现这个疫情 而且在疫情过程当中呢 用口罩外交的这种策略呢 向各个国家呢 输送这个口罩 以及其他方面的物资 就尽他最大的努力吧 不惜呢 让台湾人民在家里面用高压锅 用这个电饭锅来蒸着口罩 反复使用 等于说勒紧裤腰带 也去拍其他国家的马屁 那这一次呢 在世界卫生大会之前 他就紧多密鼓的 想把这件事呢办成 但是呢 很显然那世界卫生大会呢 是18号已经开幕了的 那他很显然 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呢 就没他的份 世界卫生组织呢 根本就没有邀请他 而且在这个世界卫生大会上呢 因为有国家提案 想呢让台湾参加进来 那世界卫生大会呢 还专门就这个事呢 进行了讨论 讨论的结果呢 是否定的 谭德赛公布说 为什么说否定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 它是联合国的一个下属机构 联合国的原则就是 没有主权的 没有国家主权的地区 是没有资格来参加 联合国的组织的 所以呢 台湾参加进来世界卫生组织 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就是台湾这个事 坚决的否定掉了 估计以后呢 台湾也应该不会再动这个念头了 如果他们聪明的话 因为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呢 一直给台湾撑腰的美国 在这一次世界卫生大会上面呢 美国呢 也并没有为台湾发声 提出提案的国家里面呢 并没有美国 他也得考虑考虑 一个是呢 要是提一个提案 能不能通过 非必须的情况下 美国最好别搞的萨姆达眼 因为呢 在联合国里面 每一个成员国 都有独立的一票 不管你这个国家是大 还是小 大家都是有独立的一票 那美国呢 经常提出来一个提案呢 就是叫什么 取高和寡 取高和寡 他那曲也不一定高 曲也不一定高 就他那个曲啊 就没没何寡 就是何寡 没有人来赞同他 经常是这样的 以高票否决 经常搞一大窝脖 经常搞一萨姆达眼 那他如果不是必须的话 单单的为了一个台湾 搞得自己萨姆达眼 就很不值得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呢 美国并不比 并不为台湾来出声 并不为台湾来撑头 就好像呢 去年六月份 在日本的大阪召开的 G20峰会上 之前呢 加拿大的总理出头 专门跑到白宫 去要求川普 在G20峰会上 为加拿大说说话 能不能呢 和中国缓和一下这个关系 因为呢 扣孟晚舟这件事呢 毕竟加拿大是为你美国做的 但是就算是这件事 美国这个川普啊 在G20峰会上 也并没有为这个加拿大 撑个头 牵个馅 没有牵个馅的 这种他都这种事 他都不干 你想想看 到世界卫生组织上面 为台湾来摇旗呐喊 美国不会干这事 所以呢 在这个问题上 台湾也搞得萨姆达眼 好这是那个WTO WTA 世界卫生大会的第一 第一方面的一个决定 就是呢 台湾没有资格 第二件事呢 是关于这个谭德赛呀 是不是被弹劾的这件事 这件事呢 也是台湾搞的 台湾打从一开始 差不多 呃 谭德赛刚第一次站出来说话 表彰中国这个抗疫 做的好的时候 台湾就出来 想弹劾这谭德赛 大街谭德赛的什么黑历史 黑历史 那些莫须有的 呃 就跟美国学了 就学美国那一套 造谣生事 污蔑 莫红 就这一套 还搞了一个 发起来了一个 联署的活动 前一阵呢 说已经达到了什么 百万人联署 后来呢 我也没关注这事 我不知道他现在有多少人 那现在呢 很显然的这事呢 也不起任何的作用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把他这事当回事 当回事 而且呢 他说是 由一个日本 由一个这个加拿大人 发起的 这事呢 我在我视频里 也说过多次了 那位所谓的加拿大人 他是 自由亚洲 这个媒体 他们的一个记者 自由亚洲是什么 自由亚洲 就跟这个 美国之音一样 是美国 出资 赞助的一个 专门 反中 反共的 这么一个媒体 那这个所谓的加拿大人 在这儿工作 对吧 他们在他 在这儿工作 那就是和台湾人 他自己发起 有什么区别啊 他就是帮台湾一个忙吗 来搞这件事情吗 再 就是 再明显不过了 对不对 就是帮台湾一个忙 撑这么一个头 还指不定 那个人 出没出力呢 台湾就是 以他的一个名义 来发起 这么一个活动 现在看来呢 世界卫生组织 就台湾发起来的 这个事呢 就连理也不理 屁用不顶 说不好听点 对吧 屁用都不顶 好 现在呢 台湾就这两件事呢 搞得一个大窝窝 非常的糗 糗大了 那是世卫组织呢 这两件事 最后呢 我就想说 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呢 那世卫组织 世界卫生大会嘛 讨论的主要议题 就是这一次的疫情 在这一次 这个疫情呢 因为它是一个席卷 全世界的一个事情 全世界 多多少少的 每一个国家 都受到了这个伤害 那有的国家呢 现在基本上 平息下去 得到控制 那有的国家呢 还是一个上升的势头 是一个上升的势头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世界卫生组织呢 就做出来了一个决议 这个决议呢 就是说 等这个疫情结束之后 要对全世界这个疫情呢 进行一下评估 这个呢 这个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这些成员国呢 都认为 多数国家都认为 因为这是投票通过的啊 任何一个这个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 这个决议呢 都要经过三分之二的成员国 同意赞同以后才能通过 那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呢 一共有194个国家 那需要这个投票通过的呢 就是128个国家 那超过128个国家的 都投票通过了 包括中国 就赞同 这个疫情过去以后呢 需要好好的总结总结 需要好好的评估评估 然后以利于我们以后 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全世界呢 应该是团结一致 习近平在这个世界卫生大会的 第一天开幕式的第一天 习近平也做了讲话 习近平的主题就是呢 病毒没有国界 全球应该团结一致 这么一个主题 那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这一次做出来的这个决议呢 就是这么一个主题 那这个完了以后呢 澳大利亚就欢食起来了 昨天做出来的决定 然后昨天呢 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官方啊 还有媒体啊 都在炒作这件事情 炒作什么呢 说世界卫生大会呢 采纳了澳大利亚的提案 澳大利亚的什么提案呢 就是对中国进行这个病毒溯源的一个调查 调查中国的武汉实验室 那这个他们澳大利亚的媒体 这样一宣传呀 他还真是带偏了方向 很多人呢 都以为说世界卫生大会 采纳了澳大利亚的建议 通过了这么一个决议 而实际上呢 并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决议是在谁的提倡之下 是在欧盟主席的提倡之下 然后进行讨论和决定的 和澳大利亚所提出来的那个呢 根本就疯马牛不相及 澳大利亚呢 就是附和美国 要对中国进行独立的一个调查 专家成员呢 就到中国来 把中国呢翻译底朝天 就跟他们当年翻这个 伊拉克尔亚 对吧 希望呢 他们能到中国来 把中国翻译底朝天 看看呢 武汉实验室有没有病毒 看看武汉实验室呢 有哪些纰漏 他们就想干这个 但是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做出来的这个决议 并不是这样的 世界卫生大会 做出来的这个决议呢 就是要对这个 这次2020年 2019年底到2020年 这一项疫情 进行一下评估 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 然后有利于以后 对这种类似的 疫情的一个应对 比这次呢 要更有地方是 更不这么手忙脚乱 不这么被动 损失呢 不这么大 尤其是美国 对吧 美国的损失相当的惨重 看看这里面 有哪一些需要总结的经验 有哪一些需要吸取的教训 这是联合国的一个宗旨 这也是为什么 中国是投的赞成票的 并不是澳大利亚说的 澳大利亚的媒体 把这个带偏了 为什么说带偏了呢 因为昨天的时候啊 就有这个记者 在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 问中国的发言人赵立坚 问他说 是不是澳大利亚提出来的 对中国进行调查的提案 得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 赵立坚说 这个完全是被澳大利亚 带偏了风向 澳大利亚 它是有目的的带偏方向 澳大利亚是有目的的 这样的这个口是心非 说一套做一套 不相信澳大利亚会 没有看这个联合国 世界卫生大会的这个决议 不相信澳大利亚会看不懂 这个决议 他们就是揣着门颖摆装糊涂 事实并不如此 那赵立坚的这个澳青做出来之后呢 有好多的网友就说 我天哪 如果不是中国的这个新闻发言人 这样澳青以外 还以为是澳大利亚说的是真的呢 因为就连这个凤凰卫视 都把他们被都被他们带偏了 凤凰卫视在昨天晚上的这个节目里面 也是这么说的 这个我看了 我也是看了这个凤凰卫视呢 我就觉得说 好像是世界卫生大会 还专门讨论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提案 但是事实上呢 不是什么回事 并不是什么回事 所以呢 请大家一定要心灵眼亮 不要被有些媒体假新闻给带偏了 因为在西方国家那些媒体 他们呢 也是不可信的 他们有他们的立场 他们有他们的方向 是不可信的 川普说的没错 他们是假新闻 有很多都是假新闻 好 这就是我这个节目里面要说的 关于世界卫生大会 就有这三个方面呢 现在就水落石出了 就定了调了 好 我这个节目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